众所周知,娱乐圈是大型的新瓜生产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娱乐圈的瓜不仅养活了一众狗仔,也要广大网友们突然虎居一阵。 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八月第一周,又有一大波新的大瓜向我们走来。 这里是下谈鱼子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周都出现了哪些瓜吧。 不知从何时开始,娱乐圈多了一堆谜语瓜,这波在8月11日的下午,又一个预告瓜横空出世,女方信息有粉丝量大,姓杨,圈内人缘好,于是乎杨幂杨颖都被拆了个遍,直到真相揭晓,大家猛然惊觉,竟然是杨子和刘学义。 虽说两人一直以朋友身份斗嘴多年,但视频一曝光,两人一起吃一块蛋糕的画面,还是多了几分朋友以上的甜。 不禁让人想到了当年,杨子前男友秦俊杰和张雪莹同吃一碗胡辣汤的画面。 相信大家在7月份刷到了一个名字,丁泽仁,作为一个胡得不能在乎的爱豆,这两个月可谓是他的人生高光时刻,毕竟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能横扫热搜的时刻。 先来科普侠丁泽仁,她是月华旗下的一个艺人,还跟范澄澄黄明浩等人组过一个组合next,范澄澄内心OS别来沾边,本来她就是个娱乐圈查无此人的胡爱豆,就算有点瓜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可她偏偏得罪了头号战姐。 7月底,湛姐爆料丁泽仁私生活混乱,整天嘴同事劈腿出轨过多名女性以死相逼,假装寻短见,湛姐还在她身上花了300万。 POA的一套真是被丁泽仁玩得溜,本以为这个剧情就足够drama了,没想到更drama的还在后面。 有一个博主爆料了一段丁泽仁与湛姐的音频对话,音频中丁泽仁一口一个姐,你是我唯一的姐,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的小娇妻跑出来了。 我对你是真心的,你是我的姐,是我唯一的姐。 可能丁泽仁实在是扛不过去了,随后他发了一篇道歉声明,说是道歉,实则句句把自己放在了受害人的角度,竟然还要报警抓自己唯一的姐。 这份不痛不痒的回应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炮轰,网友们表示,恐怕警察会让你先还这300万,不得不说,上一次吃到这么好笑的瓜,还是谷家成分手,切走对方半块相造。 比丁泽仁更惨的是朱子浩,起码丁泽仁还在娱乐圈蹦跆了一年半载,而朱子浩呢,还没开始他的竹梦演艺圈之路就塌房了,别人是出道即巅峰,他是出道就塌房。 8月10日,国内知名鲜肉经纪公司,哇唧唧哇,官宣了一批新签约的艺人,其中就有朱子浩,可没想到这消息还美舞热乎呢。 下午,一名自称是朱子浩校友的网友,便放出了雷神之锤,该网友晒出了朱子浩和他前女友们的恩爱照片,有对镜子拍的,有食指相扣的。 随着照片出现,更多的校友也站出来开始放瓜,姐弟恋,小学就开始谈恋爱,妈妈大闹学校等等,还有校友揭露,朱子浩中考只有66分。 嗯,内娱的标准这么低吗?不过这下也算值了,毕竟收获了8小时的明星体验卡。 对于艺人塌房这件事,相信哇唧唧哇已经见怪不怪了,先是仁豪和夏之光塌,他俩塌完,周震南塌,然后是张延起塌,2020年燕许家也塌了。 燕许家塌房的原因,也不外乎是出轨家劈腿,这位见罗志祥之后的时间管理大师,除了跟三个女孩谈恋爱之外,还拍了戏,参加各种通告,最可怕的是他还在准备高考。 两年过去了,这一次他将魔爪伸向了张子峰,恋情已经曝光,广大网友们纷纷跑到张子峰微博底下喊话,妹妹快跑。 半年过去了,俩人谁也没有回应,就在事情刚刚平息的时候,有记者拍到了两人七夕约会的视频。 视频中,两人一同从南方家里出来,燕许家开车带张子峰出门,傍晚,燕许家开车接张子峰回家,两人前后脚进单元门,疑似同居。 这边张子峰和燕许家正拟浓我浓呢,旁边刘浩然又被爆绯闻了,在周一的热搜榜上,赫然挂着刘浩然和周冬宇的名字。 本来以为是两人合作的电影《平原上的火焰》要上映了,没想到点进去一看,是两人的恋情瓜,本着吃瓜吃全套的态度,网友们仔仔细细分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是刘浩然之前分享的一张摄影照片中和周冬宇发过的图是一个地方,长白山田池,而且周冬宇还配文,东边日出西边雨,这不就是暗戳戳的秀恩爱吗?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这是电影《燃东取景地》,但是柯南附身的网友们还不死心,他们又扒出之前,有八卦记者拍到刘浩然进出周冬宇所在的小区,以及两人还一起去宝丽话剧院看过话剧,一个是当红小生,一个是三斤影后,难不成这俩真在一起了? 另一边被传绯闻的还有吴磊,早前,吴磊在直播中无意暴露了聊天置顶,细心的网友们发现这头像和向寒芝的头像很像,恋琼传开之后,吴磊工作室那边居然一直沉默必卖,家庭式的作坊看来是真耽误事儿,向寒芝的好友看不下去了,直接贴出了向寒芝的微信头像,证明吴磊的置顶头像不是向寒芝,然而就在网友们看了云里雾里还没闹清楚什么情况的时候,王安宇又出来助攻了一波, 网友垂忘安宇时,不小心误伤了吴磊,这下让事情更扑朔迷离了,不过讲真,如果只靠一个头像来判断恋情,未免太草率了些 要说一周的娱乐圈有多热闹,有人爱得更甜蜜,有人被传绯闻,还有人官宣离婚,8月8号董子健和孙姨官宣离婚,真的大瓜都没有预告系列 他们两个人曾经是真的甜,那些年,余季拍到最多的明星接机照,就是董子健去接孙姨 孙姨怀孕期间,小两口也是甜甜蜜蜜,从不避人,高调结婚,高调秀恩爱,每次出现都是大型越狗现场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恶婆婆,没有出轨,为什么要搞离婚,很简单,不爱了 网友戏巴了两人之前的微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6月4日孙姨生日当天,董子健对孙姨的称呼由我的女孩变成了大福妈 而孙姨也曾经用过一个写着远离男人的手机壳,装装渐渐都有迹可循 有网友感叹,这就是现实版柳金岁月吧,王金花啊,这盛世如你所愿 近日,染盈盈在直播中情绪崩溃,她眼眶含泪,似乎是喝多了 在表达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她谈到了自己与邹世明的婚姻 她说自己就是死脑筋,就是喜欢邹世明,视频爆出之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网友认为她是在泼眼球,而有些女性网友则对染盈盈表示同情 只要看过妈妈是超人的观众,就知道染盈盈真的很不容易 邹世明经常在外工作,所以照顾两家老人以及照顾三个孩子的重担 基本上都压在了染盈盈一个人身上 可是在她成为别人的老婆之前,她也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呀 接下来再说说齐薇,今年5月份,齐薇官宣了二胎的消息 有网友表示,李承轩刚付出几个月又要回家带娃了 近日,有网友晒出了齐薇挺着运渡外出逛街的视频 视频中的她四肢纤细,穿了一件宽松的娃娃裙 Lucky走在前面,已经7岁的她,身高已经达到了妈妈胸部 随后一行人便乘车离开了 同样快要喜天丁的还有许薇周 8月10号,许薇周孩子上了热搜 本以为她是效率高,3月结婚,8月老婆怀孕 没想到是孩子直接落地了 近日,有娱乐狗仔拍到了许薇周妻子张胜英和保姆一同前往医院 保姆还抱着一个强保中的婴儿 怪不得突然就领证了,原来又是一个未婚先孕的 不过许薇周和张胜英都在一起四年多了 结婚就是顺其自然的事 近日,李小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游玩照片 照片中的她紧闭双眼,双手合十 穿着紧实的抹胸上衣 照片一经发出,就引来了争议 不少网友表示她的穿着太过暴露 与身后庄严肃穆的寺庙建筑完全格格不入 甚至有网友言辞犀利道,她是来撩人的,不是来拜佛的 杭州最近也不消停,有网友发文控诉 热烈剧组在拍摄期间严重扰民 工作人员频频用激光灯照射居民的窗户 还声称是王一博不喜欢有人看她才这样做的 除了激光灯照射之外,剧组工作人员还挨够敲门 要求居民把窗户关上 这还不够,剧组半夜还要打灯 弄得整个小区灯火通明 有王一博的粉丝表示 这是因为有粉丝跟踪,剧组没办法 如果是真的话不得不说 这些粉丝过于瘋魔了 如果是故意照射的话 那只能说王一博的架子实在是太大了 再来说说赵露丝 这一次不是无路可逃的消息 而是赵露丝的爸爸实在是太帅了 鼻梁高挺棱角分明 再加上在线的穿搭 走在路上完全就是个妥妥的韩国欧巴 仔细看赵露丝和爸爸长得真是十分相似 整齐的牙齿小巧的脸型 就连眼神都仿佛一模一样 引得一众网友直呼 忽然很羡慕赵露丝的妈妈 总的来说 这一周是波澜壮阔的一周 历秋之后 秋天来了 娱乐圈这个瓜地也进入了丰收的季节 离婚 恋爱 绯闻 生娃 塌房 一天不冲浪 就要跟不上内娱的拉胯节奏了 虾米江们 你们还知道这周有哪些瓜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